走进人间野火,发现天安美食 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爱吃爱喝小杜哥 今天带来到了萧县怪老头 这个饭店这边了 但是呢 铁将军大门,大门紧锁 现在莫斯已经不在营销了 我们看一看情况 这就是重庆宏敬一世 这个安徽萧县怪老头 他的饭店 于三个月之前就关门 这个陶在康 依然在 这就是 同庆的厨房 你看这个 锅呀,还是那个锅 灶,还是那个灶 但是怪老头 退休了 这个窗户 窗户铃子 窗户铃子的钢筋 说实话 这个包胶 是太厚重了 这个无颜 你看啊 这都是经典 都成为经典了 这个就是 它这边唯一的一个单尖 这个桌 现在里面堆满了一些个垃圾了 这个凳子 这个凳子也堆在这儿 布满了灰尺 这个有一部分餐具 里面都这个成坨 泥巴 这个碗 我们看了半天 这个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这种感觉 或者叫沧桑 或者叫凄凉 好 我们要 了解到大爷呢 金城 也是 牵扯了这个店的 牵扯万里的事情 去商讨一些事情去 今天没在家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明天继续 对大爷进行一个开访 看看他开店 在这个小小的地方 这一份 营业了二三十年 看看他的心理感受 或者说他到县城里边 去 这个商讨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店是否 还要继续开下去 给大爷 明天呢 但多一个采访 请大家也继续 多等消息吧 明天 一档 了解一下了解